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都是侧着脸的 但是因为正面的脸其实要画对称是很难的 而且画得不好的话会显得比较呆吧 所以大家在画卡通画的时候 可以先从画侧脸人物开始哦 脸部画好之后 我们开始画娃娃的头发了 水瓶座的宝宝一般比较独立 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所以头发的部分 小帕给他画上了中分的刘海 头上还戴上一个可爱的发姑 接下来我们画身体的部分 首先画出代表水瓶座的瓶子 再画出娃娃的肩膀 小帕为娃娃设计了一个荷叶边秀 接着画出抱着水瓶的双手 我知道很多小风铃都喜欢唯美的公主裙 所以小帕给水瓶座娃画上了一条像瀑布一样柔顺的公主长裙 再加上水瓶座的标志 画出水瓶座娃娃的长发 怎么样是不是温婉动人呢 瓶子里面画上两颗闪烁的小星星 一颗代表水瓶座独特的智慧 另一颗代表水瓶座广泛的兴趣爱好 画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了 首先画上肤色和腮红 因为是水瓶座 说到水 大家会想到什么颜色呢 没错 今天我们的水瓶座娃娃 主要以蓝色和绿色为主 所以呢 小帕设计了薄荷绿的头发 然后用蓝色的发菇进行修饰 衣领和腰带也是深蓝色的哦 接下来是金色的小星星 还有蓝色的水 裙子的部分就要用到水彩来上色了 小帕设计了蓝色和紫色渐变的公主长裙 在给裙子上色的时候 可以鲜花的浅一些 再逐渐加深 一定要过度均匀哦 这样会显得比较梦幻 水瓶座的宝宝很聪明 除了智慧以外 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非凡的创新精神 所以水瓶座的宝宝长大以后 很适合当科学家文学家或者IT开发人员等等 最后还可以给瓶子挂上一些见面的烟雾 再用高光笔加上星光闪闪的效果 是不是既神秘又梦幻呢 当然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不用去羡慕别人的星座 只要找到自己的优点 去将它发扬光大 相信自己 那就是最好的自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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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嘿嘿嘿 好了 今天最后一个新作水瓶座也画好了 小枫林们学会了吗 那上一期巨蟹座呢 小派也从小枫林的留言中 学好了名字 叫做 小幻蟹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的巨蟹座宝宝呢 那今天的水瓶座呢 因为是薄荷绿的 所以我们叫它小薄荷怎么样呢 那我们十二星座 所有的娃娃都换好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十二星座大合集吧 好了 所有的娃娃都看好了 那今天小派就要留给大家一个小作业了 那就是挑选出你们心中最喜欢的三个新作 然后留言告诉我们 下一期会有小惊喜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离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 拜拜